我們要即將出發了 那在這裡跟各位報告我們今天早上到現場視察的行程 我們今天早上從Y7十四張站出發之後 我們沿路會過站不停 直接到達我們另外一端的端點站 Y19新北產業園區站 我們整個行車的時間大約是在30分鐘之內 整個我們的行程含瓜了13個車站 總共13個車站 另外一個車站是在另外一個反向的是大坪林站 大坪林站是我們整個全線唯一的地下車站 其他13個車站都是高架車站 現在跟各位委員說明的是 我們現在行進的路段是跨越我們新電溪 是一個非常有名的路段 它整個的橋深是用多彩繽紛 不同的顏色所裝飾 那麼就好像一道彩虹跨越我們新電溪一樣 所以這個路段又稱為彩虹橋 那麼在很多的我們環狀縣的影片中 各位可以看到在YouTube或是在一些新聞影片裡面 所看到的這個很漂亮的路段 就是這個路段 我們又稱為彩虹橋 那過了這個新電溪之後呢 我們整個路線準備要進入景平路 那這個整個景平路呢 是我們整個環狀縣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區段 那整個過外八站 現在我們要進入的是我們的外八站 是我們的秀朗橋站 那過秀朗橋站之後呢 我們整個結印的路段呢 就是沿著我們六十四快速道路 雖然我們快速道路上方所興建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是整個在六十四高架路段的上方 所構築我們的結印的這個軌道路段 那工程規模呢是非常的壯觀 那我們的機電系統呢 環狀線機通機電系統呢 是全自動的無人駕駛系統 它是採用CVTC 也就是通訊式列車控制系統的技術 現在呢我們的電連車呢 各位可以看到它是無人駕駛 司機員不需要來控制這個電連車的車速 那整個電連車的運行呢 都是採我們中央耗置房的設備 在整個控制 各位可以看到 在我們的軌道中間 有一直沿著全線的布設的一條電纜 那這電纜呢是這個LOCAL電纜 那麼我們電連車 車上的相關的所有的一個訊息 譬如說列車的所在的位置的資訊 還有列車所有的相關資訊呢 都是透過我們車下的有一個WIFI天線 透過無線呢把整個訊息呢 傳送到連整個全線所布設的這個 在軌道中間LOCAL電纜 然後LOCAL電纜呢在跟我們軌道旁邊 各位可以看到在我們旁邊的握位上面 每隔大概150公尺左右 有一個APAB 也就是我們的無線存取箱 然後LOCAL電纜呢會把訊息呢傳到 我們這個動有線呢連到我們的無線存取箱 那無線存取箱呢透過我們的TCS網路 傳到呢我們車站裡面的TCS機櫃 再透過我們的光纖網路呢 送到呢巡困中心的中央耗置房去 然後我們整個全線的列車的訊息呢 然後呢傳送到我們的中央耗置房 那我們中央耗置房呢它有我們的利息 它有所謂CP 也就是利息呢是我們的區域控制器 那CP的話呢就是我們的連鎖設備 那整個利息跟CP呢 它會利息呢會收到呢 整個全線列車的所收到的位置之後呢 那麼它會做判斷 然後呢在中央呢連鎖設備 連鎖系統我所給的資訊之後呢 我會告知呢這個電鎖車 你會飛多少的列車行駛的一個距離 我送到呢電鎖車上的車載控制器 那電鎖車車載控制器呢 會根據呢從行駕駛 各種耗置房設備利息所傳來的 它可以行駛的距離之後呢 那車載控制器它就會計算了 它可以行駛的一個速度 我行駛的速度 以這樣子的模式來確保呢 行駛的遺産權 這只是一個顯示器 那我們的CPTC通訊式列車控制系統呢 它主要是靠我們的傳輸網路 在做列車的一個控制 所以說呢我們的傳輸網路 不管是無線也好有線也好 都是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的設計呢基本上呢 都是產了雙網路的設計 每一個網路呢也都是複製的設計 我們整個DCS網路呢有A網B網 它就靠下面這樣子 我們現在呢是行經的 Y10到Y11站 那麼在這裡呢有兩個特色 我們可以報告 我們經過這邊的橫渡線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原來平行的上下行軌道呢 現在呢會變成呢 這個上下行的這個碟式的這個軌道 這是我們Y10到Y11之間的一個特色 那可以看到呢 可以看到我們現在所走的上行軌呢 現在是在兩個上下行軌道的一個下方 那上面呢可以看到 下行軌道呢是在我們的上方 這裡是我們的碟式軌道 那在這個Y10到Y11喔 我們這裡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呢我們現在要行進一個 我們全線喔最小的轉彎半徑 我們這裡的轉彎半徑呢 只有呢45公尺 45公尺 我們整個環狀線喔 我們整個環狀線喔 我們整個環狀線最小的轉彎半徑喔 總共有三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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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是從Y6站出發以後呢 的第一個喔 那我們在這個路段呢 為了要減照 那麼除了有私座隔音牆以外 那麼呢 軌道呢也有做呢 也有安裝呢 這個 路爬設備喔 路爬設備來減低噪音 來減低噪音 對 那整個我們的碟式的軌道喔 還有呢 我們碟式的車站呢 是在Y11、Y12、Y13 這整個三個車站 也就是我們的中和站 橋和站 還有中原站 那整個的碟式軌道 碟式車站 在我們國內捷運系統來講的話呢 環狀線是第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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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知道周圍的馬路 那另外我們環狀線的電電車啊 它的製造商呢 是意大利路利軌道公司 那整個的載客數量呢 是可以容納650名乘客 那麼我們的座位呢 總共有98人 98人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的內裝來講 跟內無線的車站 比較的 有一些不一樣的特色 那首先呢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的載客量比內無線要多 比文物線要多 那另外我們在車廂跟側廂之間呢 我們也是連通的 也是連通的 那另外我們的車廂設備呢 我們的車站設備呢 有專屬的機箱 有專屬的機箱 配置在機箱之內 那有部分設備呢 是擺在我們車廂設備 所以可以看到 在我們的座椅下方呢 都沒有買這個設備 那整個的 內裝的空間上來講呢 更為寬敞 那另外呢 我們的前檔玻璃 還有側窗玻璃等等 都加大 所以呢 這整個的 整個車內的光線來講 也特別的明亮 那另外呢 這個黃色系啊 是我們環狀線的 顏色設計 所以我們整個 電源車來講呢 也是以黃色系為主 那我們電源車呢 總共有17列車 那其中12部列車 是才意大利的原設計 那麼有5列車呢 是才我們的公共藝術設計 那我們所搭乘的這個 今天所搭乘的是105列車 就是105列車 是它的這個外觀的顏色呢 是它的設計呢 是才意大利的設計 各位女客請注意 因為行車晃乎的名義 本列車主機都在客 本列車 造成名義 正前進來 本列車 現在我們行進的是Y13站 中原站 那經過中原站之後呢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上下碟式軌道呢 就會逐漸的 再變為 兩邊左右平行的 這個軌道 那在我們整個沿線 有不同的這個轉彎半徑的地方 那其中呢 有三處轉彎半徑是45公尺 是我們最小的 那除了剛剛我們所看到的Y11站以外 那麼另外呢 待會兒我們到Y15站 也就是我們坦橋站 在坦橋站的前方跟後端 就有各有一處呢 這個轉彎半徑45公尺的地方 那麼在那邊呢 也都 除了有做隔音牆以外 那麼另外也都有加 這個軌道的落法裝置 來減低噪音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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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各位也可以看到 在我們軌道的中間 除了有落後電纜以外 那麼另外呢 就是每隔一段距離 就會有一個白色的方塊 那個是我們的信標 信標 那在我們的車下呢 有所謂Tag Reader 信標讀取器 各位可以看到 在車站裡面 在樂台方有很多這個 信標讀取器 就是呢 來補助我們電源槽 做一個完整的一個定位 那在我們軌道旁邊呢 可以看到 我們兩側是我們的高壓電纜 那我們整個環狀線的供電系統 整個權線設有兩座主變電站 那兩座主變電站呢 一座位於藍機場 一座呢 就位於呢 我們快要經過的這個板橋站 那主變電站呢 它是由台電 引接121kV的電源 那經過主變電站 降壓為24kV之後呢 送到沿線的動力變電站 還有車站變電站 提供我們的電鈴車 還有車站用電的手續 那我們的高壓電纜呢 就佈設在我們軌道的兩側 軌道兩側 那另外在我們中間的窩位 它除了過緊急時候的軌 甚至用以外呢 這窩位上呢 我們互有一點風電的這個 這個緊急斷電箱 那麼在緊急狀況下呢 我們也可以透過這個BTS 緊急斷電箱呢 來起斷三軌的電力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呢 就是又看到了我們整個環狀線 最小轉彎半徑的第二個地方 我們在進到Y15站之前 這裡呢 是一個45公尺的轉彎半徑 各位可以感受到 在我們中間的論壩設備以後 我們的整個噪音 有大幅度的一個改善 我們在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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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頻的時候 我們在這邊 我們在這邊 讓人 神光環小 好意思 請禁止下槍 我們在這邊 幫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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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這裡交會 好 過了 板橋站的院台之後呢 我們看到 第三個 第三個 最小轉彎半徑的地方 這裡呢 也是45公尺 最小轉彎半徑 那我們整個環狀線呢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從Y7站到這裡的過程 我們可以看到 三處 最小轉彎半徑的地方 那麼另外在坡度的地方呢 我們整個環狀線 坡度最陡的地方呢 是在 Y6站隧道出土的 到Y7站之間 我們的出土段的坡度 是5.1% 是5.1% 那我們電電車 它的設計 是可以爬坡在5.5% 5.5% 那我們在5.1%的 最陡的坡度段 我們也做過了 AW0 AW3的整個 在爬坡的一個加速測試 也在那個區段 做了AW0 然後拉著AW3 就是被救援車 做那個連結 或救測試 那這個測試呢 也都通過 那我們在整個 的動態車的階段 我們是怎麼樣 去模擬AW3 就是我們的最大 載客量650個人 我們的設計載客量 650個人 每個人是60公斤 那總重的是39噸 我們的電電車 車是115噸 所以115噸 加39噸 總共是154噸 那我們是用1560個沙包 每個沙包是25公斤 來做這些相關的 跟AW3最大載客量 有關的測試 我們是屬於4401 我們是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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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擁有什麼 這個東西 我們是屬於 我們是屬於 在跟到你 這個部分 我們是屬於 兩塊點 就是屬於 一塊 對 然後 OK 我剛剛就問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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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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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在那個 清風那邊 就是 就是那個徐偉東學 這邊就有這個步驟到場 還中門這邊的步驟到場 結果是第一名 我們現在來行進 我們環狀縣Y16站 新埔名森站 各位可以看到 在這個路段 我們後路也是蠻大的 也是蠻重要的 那跟委員報告 待會我們大概再經過三個車站 就會到達我們的 另外一個端點站 Y19新北茶葉園區站 那到新北茶葉園區站之後呢 就請我們各位委員 還有我們副攤培檢人員下車 然後在我們的月台 請各位稍微先等一下 因為我們要進行 Y19站的 軌道旁的設備的勘察 那麼我們就先在月台上 先稍等 然後呢 巡控中心呢 會進行軌道的一個斷電 加轉路甲之後呢 那我們再下軌道 進行Y19站 很軌道的設備的探查 在這個路段呢 又是一個很漂亮的路段 我們先 我們這樣子的十經大漢系 剛才是一個大漢系 大漢系 大漢系 這次是大漢系 大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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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也插了武器 我們即將經過F17頭前莊站 頭前莊站跟我們新莊線交會 我們整個環狀線第一階段 總共14個車站 跟現在既有的余裕路線 共有5個車站交會 另外有2個車站 中和站是跟我們未來的萬大線交會 另外14張站是跟我們安坑線交會 所以環狀線第一階段交會的車站 包含了既有跟未來引運的路線 總共有7個車站 所以整個環狀線來講 它的運輸效能是非常的高 在這裡特別介紹我們Y17到Y18各位可以看到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路段也是一個非常平直的路段 這個路段本來是我們用作規劃我們的動態行駛測試 略合性能測試的路段 我們會因為途徑工進的關係 後來我們改到Y9到Y10之間 進行我們的列車性能測試 那個路段也是非常的平直 我們在這個平直的路段 在Y9到Y10之間 我們進行了我們列車最高頻率速度的80公里的測試 那同樣的我們在Y17到Y18這個平直路段 我們進行了我們電連車的噪音測試 在這個路段隔音牆還沒有施坐起來之前 我們在這裡用時速70公里來進行這個噪音測試 我們在離電連車在軌道中心線15公尺的地方 我們去量測 然後符合我們信約所規定的75db的規定 我們也是測試合格 我們即將看到的就是我們的代狀軌 那代狀軌在我們環狀線第一階段 是作為列車端點站的折返之用 另外它也可以有做一個除車的功能 即將到達 新北產業人區 既然是桃園街坊的地位 既然是兩回車 Train is the right to Y7 industrial power station Train is the right to the 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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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高雷 請對上一邊 我們即將到達的新北產業區站 是跟機場捷運線交會 那麼我們車站呢 跟捷運機場車站呢 然後也有連通道相連 方便這個乘客來搭乘 那也要是 兩位 那都是很一樣的 這個 這個 他們就是 很簡單 很複雜 很複雜 這個 這個 一半 像歐洲的 然後 一半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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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好 我們即將到達我們關點站 新北產業區站 那請各位 在這站下車 1 2 3 2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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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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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5